最近几年这风筝款式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咱就说这巨型风筝 那放飞起来是又大又壮观 但是咱得注意了 这些巨型风筝它放飞起来 这拉力也是相当大的 3月26号 河北的一名男子在放巨型风筝的时候 反倒被这风筝啊给拽天上去了 再少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3月26号 河北一名男子在户外放巨型风筝 反被风筝带上天 这是当时的视频 男子放飞的是一款长11米多的巨型风筝 由于来不及松手 男子被强大的拉扯力带到了半空中 离地足有好几层楼高 而男子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只是双手紧握着绳索 看着真是命悬一线啊 好在最后风力逐渐变小 男子在空中挑了一会儿后平安落地 真是太悬了 爱放巨型风筝的朋友们一定要当心啊 3月27号 长沙也发生了惊魂一刻 视频显示 长沙市芙蓉区附近一大厦突然发起火灾 起火的大楼正冒着浓浓黑烟 还有火蛇不断地从窗户喷出 在离火厂机密处 有多名女子接住着绳索向楼下逃生 试图降到平台上 场面看上去十分惊险 据楼内商户称 起火后有两名女子爬出窗外求生 一名物业工作人员在平台上接应 其中一名女生腿好像被炸裂的玻璃划伤了 被送往医院救治 当天下午 长沙消防发布警情通报 大厦明火已被完全扑灭 有一人因逃生受轻微伤 目前起火原因及财产损失 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